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预言 即对未来将发生的事情做预报或断言 一般来说 预言指的是未通过科学规律 对未来所做的结论 也就是指某人通过超能力 出于灵感所获得的预报 在我们人世间 有关预言的之类的书籍已流传了几百 上千年之久 而现今网络发达各种预言更是多如牛毛 且更是吸引世人的关注乐此不疲的谈论议题 有些是真的而有些是假的 如果分辨不出来往往会让自己迷惑 当然有一些确实是真的预言 但是由于情况的突变而未发生 因此预言它会是定数还是变数 以下做个简单的说明 人世间所谓的预言 有百分之八十的预言是妖魔鬼怪所乱传的 没有任何的根据 目的就是想办法来迷惑世人 为什么说有百分之八十是的 那就意味着百分之二十的讯息是真的 是上天所传达的未来事件 上天传的这些预言 由于在不同的年代 就是想让世人要有高瞻远瞩 不能进步在自己的这个年代 能把自己的思想高度放得远一些 讲得白一点 就是借预言来起到表法的作用 真实的那百分之二十的预言 当然是上天给到当时下界执行使命神佛们的讯息 上天传达这些讯息的目的 也就是想让世人知道 这个世界上有超乎凡人的智慧存在 既然是超乎凡人的这些预言或者书籍 那就代表不可能是世人的能力所能做到的 所以 在每一个年代 都会有许多神佛下界来表法 表不一样的法 既然是预言 那讯息就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准确 为什么无法做到百分之百准确呢 这就是未来将发生的事件 所存在的定数与变数的问题 人世间有法律 自然界也有法则 人世间的法律规定了 我们作为社会的一分子行为的规范 所以法律大家都看得见 都看得懂其中的明文规定 但是 自然法则却不同 没有法律法条 无形无色 没有明文规定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遵守法律 但从未被教导要遵守自然法则的相关知识 只是看见一些有先见之明的人士 出来呼吁要爱护大自然而已 所以 世人懂得世间法 并且会去遵守它 因为它是一个合格的公民应该去遵守的规范 但是却往往忽略了自然法则 因为它既无明文规定且不具强迫性 而最重要的问题是它从来不被重视 原因是它关系到一些商人或财团的利益 是有意或无意地被忽略 因此 世人遵守世间法的同时 却在不停地破坏大自然 破坏森林 水资源 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 再加上商业性的大量开发 以合法掩护非法获取巨额的利益 却往往以牺牲大自然作为代价 在我们人世间 为了得到各种自然资源 只要获得当地政府的许可 而对自然界的破坏却是合法的指示 自然法则却把每一次对大自然的伤害 全都一五一十地记录下来 直到最后以因果的形式给予果报 反馈给人类 所以为什么那么多的天然灾害 如地震 火山爆发 富与洪灾 古石流等等 其实 所有的天灾都是人祸 这就是人类不善待大自然的结果 最终必然会以天灾作为因果的报应来显现 也就是地球母亲以自然灾害的方式排毒 释放负能量 例如古罗马时期的庞贝城 当时最为繁荣的大都市 却因人们贪图享乐 荒淫堕落的生活 最后整座城市葬送在火山岩浆之中 又如一万二千年前的亚特兰蒂斯文明 因为对水晶力量的极端滥用 狂妄自大且傲慢无知 自以为能够超越造物主 对DNA和基因进行操纵 创造出本来不该存在的生命物种 最终使得整个大陆沉入大西洋 海底结束文明 这就是当一个群体或文明 人心无知堕落到谷底时 出现一次不可避免的空前灾难 将成为必然的定数 但变数是如何产生的呢 例如大预言家诺查丹玛斯之前的预言都如此准确 为什么后来的预言全部都不灵验呢 他所预言的1999年 世界末日为什么没发生呢 真实的原因是 在1987年 曾经发生的一次灵性和谐汇集 也就是当时遍及全球范围的人类集体灵性大运动 这种史诗般的行动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命运 也就是因为1987年 地球人类灵性意识的一次伟大觉醒 整个世界的命运定数就被改变了 所以造成它自1987年 以后所有的预言都不灵验 至于2012年12月21日早上11点11分的宇宙大阳生 一般解读为末日 则是因为小宇宙的老祖宗 请求大宇宙的老祖宗将时间延后 希望能传达宇宙知识与真相 给子孙后代们 让子孙后代有一次觉醒自救的机会 因此定数就被改变了 同样的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是需要靠灵性修行的觉醒 至于现今世上到处是这些五花八门的预言书籍 既然只有20%是上天传的讯息 而上天所传的讯息也是一个推算 不可能达到百分百的准确 所以对于预言的部分 无论它出处是哪里通通都不要相信 这样自然就不会迷惑 因大部分的书籍都被妖魔篡改 用来迷惑世人 让世人相信这些预言是真实的 不管在哪个年代 人的命运都是要靠自己去改变 包括这个世界 这个宇宙 都是要靠自身的努力去创建它 才能让自己的命运变好 生活得更好 更加和谐 妖魔鬼怪们为了迷惑世人 控制 利用世人的心理 让世人产生一种悲观 消极的心态 所以才透过带有妖魔灵根的子孙后代 给到他们一些神通功能 让他们写出那么多的预言 来迷惑一些无知的众生 若相信他们这一套的人 就会对自己的人生失去积极向上的精神 因为一旦相信他们的预言理论 就不想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改造自己 去改变自己的人生 改变自己的命运 如果每一个人都有远大的思想 有责任心 有使命感 相信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改变一切 谢谢阅读 感恩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